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球从来不是人类想象的那么简单 或许史前已经存在过远超当今人类的高等文明 而今天的人类绝不是地球上所出现过的最聪明智商最高的物种 1933年在撒哈拉沙漠驻扎的法军中尉布伦南率领着一支侦察部队 无一闯进了塔里西山中的一个无名峡谷 就在这片荒凉的峡谷石壁上 他们发现了无数匪夷所思的史前壁画 不过当时世界并不太平 对这些神秘的壁画 科学家并没有进行彻底研究的条件 等二战结束后 转眼到了1956年 终于有学者专门前来考察这些壁画 根据颜料衰减程度 学者认为壁画至少存在了三万年以上 然而对于壁画所记录的内容 头戴光环的人物 臃肿而带有天线的奇怪衣服 甚至古怪面罩覆盖着的五官 上面还插有书记的软管 无疑上面描绘的是一种类人 生物在飞行器中的故事 不过 为什么三万年前的壁画会出现这类的内容 当时的学者宣布 自己完全弄不明白这些壁画的意思 直到美苏开启星球大战计划 人类的宇航员开始上天 科学家瞬间明白了这些壁画记录的内容 那些头顶光环的外星人 分明就是宇航员的形象 科学家在印度人际罕至的原始丛林中获得神奇发现 几位人类学家在印度中央邦的偏远山区 发现了这个隐秘的山洞 而洞中墙壁上的远古岩画和符号让专家们为之震惊 一个身穿宇航服的人形生物清晰可见 红色的宇航服和头盔让人不禁联想到日本科幻片《恐龙特级克赛号》里的大英雄 除了外星人画上还有一个飞行的碟状物体 其上面还有一个圆顶 和我们如今偶尔发现的UFO和其相似 另外在这个宇航员和飞碟之间还有一个奇怪的螺旋形状物体 仿佛是虫子的柱洞 也许是在告诉人们这些外星人是如何来到地球上的 印度考古学家表示 这样的研画还是第一次在印度被发现 这也许证明人类早在几千年前就与外星人进行过接触 似乎一位几十年来一些科学家坚称的理论提供了佐证 这种理论认为人类远古的灿烂文明 是在外星生物的帮助下创造出来的 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山区 有的石头上就刻着光的儿子 这些光的儿子们头戴着像是密封的宇航帽 帽子上还有像天线一样的东西 身上穿着臃肿的宇航服 1952年6月5日 人们在墨西哥高原的玛雅古城帕伦克一处神殿的废墟里 发掘出了一块刻有人物和花纹的石板 当时人们仅仅把这当作是玛雅古代神话的雕刻 但到了六十年代 人们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后 那些参与过宇航研究的美国科学家们才恍然大悟 帕伦克那块石板上雕刻的原来是一幅宇航员驾驶着宇宙飞行器的图画 虽然经过了图案画的变形 但宇宙飞船的进气口 排气管 操纵杆 脚踏板 方向坨 天线 软管 及各种仪表 仍清晰可见 这幅画面的照片被送往美国航天中心时 那些宇航专家们无不惊叹 一致认为它就是古代的宇航器 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但却是确凿的事实 1942年3月 墨西哥考古学家在墨西哥的恰帕斯腹地 发现一个早已荒废的玛雅人城市 还发现了一条玛雅人的古隧道 据估计它至少有五万多年的历史 在隧道中 极其惊讶地见到了宽阔 笔直的通道 和涂着右面的墙壁 还有石板上的外星宇航员的临摩 此外 还发现多处精致的岩石门洞和大门 加工的平整光滑的屋顶 与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的大厅 还有许多每隔一定距离就出现的平均1.8米至3.1米长 80厘米宽的通风景 隧道内还有无数奇异的史前文物 包括那本许多民族远古传说中提到的金书 隧道那种超越现代人类智慧的严密 宏大与神奇 使这位以想象大胆地称作家 也惊得目瞪口呆 考古学家认为 隧道是用高科技的超高温钻头 和电子射线的定向爆炸 以及人类还不具有某些技术开凿成的 在我国赫兰山山岩壁画中还发现了 一幅装饰奇特的宇宙人形象 这个宇宙人形壁画在赫兰山北侧第六号地点 离地1.9米 面迎西南方向 高20厘米 宽16厘米 摩克法制作 这是一幅唯妙唯小 形态逼真的身着宇航服的天外来客 这位客人的装饰 与我们今天地球上身着宇航服的宇航员相比 几乎是如出一辙 他头戴一顶大且圆的密封式头盔 头盔中间有一个观察孔 头盔连着紧身的连衣裤 双臂自然下垂 双腿直立 依稀可以看到右手提着件东西 给人一种飘然而至之感 此外 在赫兰山还可以看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壁画 如在山口北侧第一号地点上部 有一似乎头顶圆形天线的人画像 高41厘米 宽19.5厘米 其下部有一个似乎头顶枝状天线的人面像 高47厘米 宽19厘米 在中压西压的一幅岩石壁画上 还画了一个火箭的形象 画面上有紧绷的双臂和怪物的躯杆的图案 像挥着一股奇特的力量在支撑着火箭 火箭外侧还有一个人 鼻子上挂着一种东西 好像是呼吸用的过滤器或防毒面具 在内蒙古 阴山山脉的一些岩石壁画上 有许多面容奇怪的 类似人头的画面 有些人头画面的头上还带着像宇航员式的头盔 在这些画面的周围 还刻有许多天体的形象 有人分析 这可能就是原始人所崇拜的神灵圣像 这种画面是否在告诉人们 这些形象是来自其他星球的 在我国四川宫县发现的宫人玄关旁的壁画上 也有一幅像是穿了笨重宇航服的宇航员的壁画 在两肩上还竖着像天线一类的东西 位于月桂交界处偏僻山间道路一侧的 一块去石上发现一处罕见岩画 岩画中有人 马 以及星座图案 还有一些类似文字的图案 特别令人惊奇的是一幅人像图案 头部似带着头灰 头灰一左一右 插有两根羽毛 中间一根天线状物 有专家认为此人像图案 颇式影视中带着头灰的外星人 也可能是古代百月图着首领图像 更有专家说 岩画是古代劳动人民 确定时间和难为的定时定位器 据悉 该岩画已列入罗定市第三次文物普查 广东省重要文物新发现 人们对撒哈拉沙漠并不陌生 它是世界第一大沙漠 那里的气候干燥眼热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 在这里竟然曾经有过高度繁荣昌盛的远古文明 沙漠上许多以利多姿的远古大型壁画 1850年 德国探险家巴尔斯来到撒哈拉沙漠进行考察 无意中发现岩壁中刻有鸵鸟 水牛以及类似宇航员的神迹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像 今天人们不仅对这些壁画的绘制年代难以考察 而且对壁画中那些奇形怪状的形象也茫然无知 类似这样的壁画在世界各地还有许举多多 这种现象恐怕仅用幻想和巧合是解释不通的 有的人猜测这可能是原始人亲眼见到的外星旅航员 把他们的形象刻在岩石上的 也有人认为这些壁画是外星人自己刻在那些岩石上的 以表示他们确实到过地球 就好像今天许多人出外旅游时 有的人也会在旅游地的某些地方刻上自己的名字 或者其他具有代表意义的记号 比如说某某到此意犹之类的标记 闷心自问 我们人类究竟是谁 我们从何处借来了发达的大脑和智慧 拓展了这颗生存的星球 在从前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们把自己作为宇宙里的超级生命 只有一个虚无的神支持着信仰 但是当人类所有的知识越发无法解释 我们自身隐藏的矛盾和秘密时 那个神便从虚无走向了具体 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候见过他们 但是现在我们才了解 他们并非来自天国 而是外星 长久以来 有关外星人的证据也不断地被发现 震惊世人 他们挑战着早已建立的地球生命起源论 用这些证据向我们证明 一个更为先进的地外文明 曾在我们的星球上居住过 那么 这些史前壁画中所记录的神秘宇航员 究竟是史前人类还是外星人 对此 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 欢迎在本视频下方留言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